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由奈飞公司出品的科幻剧集《黑镜》第三季中的第一个故事《急转直下》 故事发生在一个不仅看脸而且还要看分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评分系统 而这个评分系统将直接决定分数拥有者能够过上怎样的生活 为了获取精量高的分数 我们的女主角雷西甚至会每天对着镜子去练习笑容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刻意的惊心扮演 这天雷西的同事切斯特突然献殷勤给她送来了鲜渣果汁 切斯特头上浮动的3.1分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出于礼貌她给了切斯特高分 但是很快她就从同事口中得知因为切斯特和女友分手 所以她被大家打了低分 还没等雷西缓和过来 她就看见自己的评分刷刷地往下掉 很明显她受到了切斯特的牵连 因为现在的租房即将到期 下班之后雷西去看了新房 新房的环境十分nice 看着广告中和那么亲密的样子 雷西心动了 但是房租的价格却超过了她的支付能力 终界给了她最后一个希望 只要她的评分能达到4.5分 那她就能获得八折优惠 就这样雷西走上了刷分的道路 她来到数据分析师处寻求帮助 分析师告诉她 她需要一些来自上等人的高分 恰好她的朋友圈中就有这样一位上等人 评分高达4.8的网红纳奥米 是雷西儿时的玩伴 小时候纳奥米曾经送给她一个破不玩偶 为了博得纳奥米的关注 雷西将破不玩偶的照片传到了网上 很快她就得到了纳奥米的五星好评 晚上纳奥米居然给雷西拨了一通电话 原来纳奥米明天就要结婚了 她希望雷西可以去给她当伴娘 但是这一切显然不是真心的 因为纳奥米对雷西一直都很刻薄 大家都只是为了各自的分数而已 为了保证能在婚礼上获得高分 雷西开始一遍一遍练习婚礼上的演讲词 与她同住的弟弟莱恩受不了她这种刷分表演 两人大吵一顿之后 互相给对方刷了低分 需要连夜赶飞机的雷西到达机场后 却得到一个更坏的消息 由于评分原因 她无法乘坐上最后一班航班 雷西为此大发雷霆 却导致自己的评分只降到3.1分 为了赶去纳奥米的婚礼 雷西只得转换交通工具 劝责租车前往纳奥米的家 糟糕的是 她的分数只能允许她使用最老的车型 老旧的出租车根本无法支撑长时间行驶 行到半路的雷西只好来到充电站 但是由于车型太老 她的出租车无法找到合适的充电器 被运到家的雷西仍然没有放弃感觉纳奥米的婚礼 她希望能在路边搭上便车 无奈分数太低 没有人肯搭载她 一个人拖着箱子走了很久之后 雷西总算遇到一个愿意搭载她的司机 老阿姨苏珊的分数只有1.4分 但为了能赶上纳奥米的婚礼 她还是上了苏珊的车 在车上 苏珊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苏珊曾经也是高达4.6分的高分人士 那时的她将分数视为自己的生命 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就在八年前 她的丈夫约翰却患上了癌症 苏珊为了帮助丈夫获得最好的治疗 使劲了力气 但是最后却由于丈夫4.3的分数 而无法争取到一个最新的实验疗法 过了没多久 她的丈夫便去世了 从那以后 苏珊就放飞自我了 她再也不会顾及周围人的看法 而她的分数自然也就一落千丈 经过一夜的行驶之后 由于最后一段路程并不同路 雷西还得自己想办法去到婚礼 好在一群扣斯爱好者愿意搭载她去到婚礼所在地 在车上纳奥米却打来电话 她希望雷西不要去参加婚礼了 因为雷西的分数已经跌到了2.6分 纳奥米不能允许这样的敌分人士 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 但是懊恼的雷西却坚持要去 扣斯爱好者发现雷西对他们说谎 于是把她扔在路边 雷西仍然不死心 她却飙车岛那里借来摩托 继续赶往纳奥米的婚礼 由于车速太快 她不慎跌进了泥塘 等到雷西终于来到纳奥米的婚礼现场时 她已经落魄的不像人样了 这一路的奇幻经历让她的心态有点崩 她没法再讲出那些排练了无数遍的话语 而是对着纳奥米说出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她曾和纳奥米对她做过的种种恶心 因为这场婚礼闹剧 雷西最后被送进了监狱 能看见平分的VR眼镜也被摘除 雷西终于看到了一个没有平分 无比真实的事件 在监狱中雷西又遇到了老朋友切斯特 这一回雷西没有再去做个老好人 她和切斯特隔空飙起了脏话 彻底享受了一把放飞自我的快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